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欢迎来到重新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 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来 欢迎一下我们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柏燕怡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璐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女人叫黄丽切 以前是一个时尚而潇洒的服装店老板 后来她和我结婚了 为了我们这个家 付出了全部 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她被误会 被责骂 被委屈 我却没有站出来给她说过一句话 掌声有请被道歉人黄丽切 初老师好 你好 今天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我家里面的那些日常用品 全是在你的直播间买的 非常好用 握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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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这是重视的粉丝 请坐 请坐 三位嘉宾老师 你们好 很高兴见到你们 好 请坐 为什么今天到这来 我跟我老公 我们经营了一个农场 200萌的 离我们县城有4.8公里 就十几分钟时间 刚开始就节约资金 然后我老公就把公公婆婆 请到农场来帮忙看妇 然后看妇 我老公有的时候就住在农场 为了多一点时间出来干活 早上就可以早一点出去 晚上晚一点回来 他也就住在农场 然后我们的分工 我就是主要就负责这些果子 我们一年四季的水果都有 出来之后我就负责这些销售 然后这些怎么包装 这些细节方面的 就是还有两个小孩 目前小孩大的女儿是九岁 小的是三岁多 我就要在家里照看小孩 那天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就说买了东西上去 跟老年人一起就是过节 过节上去之后 然后我婆婆她就在那里开始就骂 就说我老公没有盯着那些工人去套那个糜桃袋子 就指责嘛 指责我们也就没那个 我老公从来不反驳的 然后也没有说什么 后来然后就一直骂道骂道 到了中午的时候 我们就还剩了点桃子 我就说把它弄下去卖嘛 弄下去卖的时候不小心 然后就把那个 因为她骂了一天心里就很堵的慌 然后就把那个手不小心就这里划破了 划了三年名 谁的手 我的手 我就去医院缝了三针 缝了三针之后呢 然后医生就说你这个手伤到这个关节这个地方 又伤到那个动脉 然后还有那个伤到神经 你这个要半个月才能拆线 就叫我要养好一点 不要冻水 然后就从那里手受伤之后 我老公就每天回来就要照顾我们嘛 就给我们煮饭呀 还有小孩洗漱啊 我婆婆她就看不惯 反正就觉得我老公天天往家里跑 然后就耽耽很多时间做活 你跟你的婆婆一直以来关系就不好吗 对 但是这么激烈的骂也没 也就说一直以来她都看你不顺眼是吧 我反正她就是我知道她不喜欢我 就是这种激烈的争吵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多 我们来听听丈夫来陈述一下 掌声有请致信人邓胜林 主老师好 三位嘉宾老师好 请坐 我叫邓胜林 来自四川绵羊 我就是一个种水果的农民 我们两夫妇呢 经历着一个农场 确实呢这么多年来 他跟着我受的委屈 确实确实特别大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让她在和母亲的这个关系处理上 一直去忍让我师父真的做错了 我知道实际上这些错都是我不好 你们真的没有错 我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 然后跟我读书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家里条件非常的差 那我老婆呢从结婚 甚至在结婚之前 跟我待现在十二年 吃了很多的苦 她付出了也特别的多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女人都特别爱你 对 你没办法 连个女人都很爱我 也对我都很重要 但是你做了积极的中间的这样的一些调节吗 我就是这一点没有做好 对以前没做 我在我的观念当中啊 说老师 我认为百善孝为先 所以我对他们一直以来 不管父母怎么样 我都认为他们没有错 我都极力地去维护他们 但是在这一点上呢 我可能把我媳妇的 我把他拿来和我一个身份对待了 毕竟他不是我父母亲生养的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我的父母我可以忍 但实际上 我媳妇的好 我母亲他们就可能就没有感受到 他说这话是对的 你可以对母亲忍 但是你的妻子没有这样的义务 就是啊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真的是做得不够好 那我们说说吧 你老婆对你的好 以及你老婆对你妈妈的人 从哪年开始说起 我04年的时候 应聘到一个中学当历史老师 教这个历史学科 我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有一点不得志 那我决定不做教师呢 主要是由于08年的时候 我们北川发生了特大地震 那次大地震 我的很多亲人 当然是旁系学青 在这层地震当中都走了 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哥 我们就是有 在一个屋檐下的有直系学青的 都大难不死 我当时就想特别回到父母身边去照顾他们 因此09年的时候 我当时也寻思着 如果可以呢 我也可以回到这个 北川中学 因为地震之后 当时呢 这个师资非常缺乏 09年我辞了这边的工作 然后回到了北川 那一年呢 招聘的时候 恰巧呢 又没有 秘识教这个岗位 我父母看着我回来了 心底还是很高兴的 他们就说了 你已经29岁了 30岁了 应该成家立业了 我当时 从学校回来 无房 无存款 也没有车 要找人成家立业 实际上我自己知道 条件不好 因为当时互联网特别的火热 我就在网上 我早看有没有自懂到何的人 那么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媳妇 在网上聊的有一个多月 后来我们线下见面了 见面之后呢 一聊 感觉还 都在一个城市吗 没有 没有 你在哪个城市 我以前是在浙江 开服装店那个时候 你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那个时候可能远分也到了吧 我们都是绵羊的 然后 第一次见他 觉得他的亲和力特别好 然后他很稳重 但是他没工作 他都什么都没讲 我都不知道他是教书的 他都什么都没说 我是说后来决定结婚的时候 你有工作吗 他在跟他哥一起 那个时候在做事 也不叫做所谓的正式工作 你挣钱吗 我以前是在浙江 宁波的开明街 最早的女人街 开服装店 然后后来就回来 我们就开了一个饭店 那你说还没结婚是吧 还没有 那个时候就交往了 一个多月 他那个时候在绵羊 服装店 找了个班上 一年年的那个时候 北川的那个商业步行街 就我们那边叫巴拉恰 就是开街了 因为那个时候 北川新县城 其他的居民 还没有怎么入住 外面的餐馆还不多 外地来的人吃饭 也都还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都需要跑到其他很远的乡镇上去吃 我就说这么多人 如果要是分一丢丢 能够到我的餐馆 我的生意都可能都很好 所以我就把当时 上班时候的工资 当时存了一点 开了一个饭店 这个设备啊 这些安静来了 厨师和墩子工都请好了 现在就差一个大堂的 因为有很多餐馆一起开嘛 人很难请的 再加上我那个店也很小 因为跟他就见面了一个多月嘛 我打电话就想请他支招 因为他毕竟有过商业经验嘛 开过服装店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他 我这种情况 要找哪一种人比较符合店 我到底是要找一个接待的好了 还是找一个传菜的好了 还是找一个这个 你让他来不就是了 我当时还真没那么想 他呢迟你了一下 他说你觉得我来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挺合适的 我心里当时就想 我说因为毕竟一时交往时间不长 二个我这个人做人的原则就是 还是在对不想欠别人的东西太多嘛 后来第二天他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来了就做清洁啊 然后来了客人接待 开单 然后传菜 外面他一个人就感到很OK了 一气呵成 我当时就想这个确实不一样 他到来了我感到很放心 但是巴拉恰呢 由于我这个人当时没有商业纪念和头脑 缺乏商业思维 对于人流量的这一块考虑 我当时就没有想过 这个还是我来说吧 土耳师 他当时叫我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来当老板娘了 结果一来了我就成了一个杂工 然后就一个厨师 还有一个配菜的 那个每面有一百平米 然后前面一个门 后面一个门 然后我就跑堂啊 开单啊 然后包括洗碗 包括那个下水道有的时候堵了 都带个手套去掏 然后拖地全是我的活 然后每个月到了结账的时候 就是结那些材料钱的时候 然后没有的时候 我还自己把钱给垫上来 他全是做的是游客 游客他都不是说很了解的 比如说看到别人加油啊 再有人再吃他就走过去 所以后来我就想 那我别人走这里过 我肯定要介绍我们店里啊 别人走这里过 我就站在那里叫 我就说 我就说 哥你们吃饭吗 我说来尝一下 我们这个地地道道的扁川腊肉啊 然后我们这个山野餐啊 我就介绍嘛 别人觉得有兴趣就进来了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啊 其实你在那招揽客人的时候 你婆婆知道吗 她不知道 你觉得她如果知道了 她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那个店里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她这样的人 就是要找你这样的人 对 我老公她就是那种 比较内向吧 有的时候觉得 我需要她这一个闲内住 你就说那店开成了没有 我的这个 还是没干成 没干成后来又做什么 饭店关了之后 我们就结婚嘛 那你们结婚 她妈妈是反对的吗 她妈妈不喜欢我 为什么不喜欢 也说不出来 反正她就是 为什么不喜欢 我们母亲这个人呢 对于我的基督寄的期望 只太高了 她希望你找个什么样子 她觉得我是个大学生 你不是 我不是 对 她不是 她就觉得一个大学生 你至少也应该找个大学生的嘛 这个是因为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吗 这个呢和我们母亲 本人呢也有一点点的关系 她这个人呢 对自己的儿子 确实她的亲生儿子 还是很好的 因为我还有个哥嘛 我总结了一点 我感觉就是她对待 就是说不是 仔细学情的这种人来说呢 或者是 她对大儿媳妇也不好吗 这个也不是太好 她是不是相对于非常传统 那肯定是 是吧 然后觉得这个 就从外面 溜了一圈回来的儿媳妇 是不是这个跟城里人一样 对 感觉城里人比较复杂 她会这样觉得 是这意思吗 而且又是做生意的 对 能掐会算的 那个倒也是 她是不是想你找一个本地的 老实八交的 然后本分的 好像就是我能够把她管得住的嘛 她就觉得你比较跳 是吧 对 他们以前 觉得一个女人能在外面做生意 这女人肯定不好管 是对吧 就天然的 有这种嫌弃 或者是没有太大的好感 但还是接了 对 还是接了 接了之后就开始婆媳关系 开始出现了 结婚当天就已经出现了 结婚当天干嘛了 当天的时候 那个李姨就叫双方父母上台 然后我婆婆她就不上台 她就坐在那里 然后请了两遍 她也不上台 不上台之后 然后还是她哥去拉的 给了礼金没有啊 总共给我爸拿了一万块钱 我爸给他拿了七千块钱 买衣服 然后加上香底钱 然后还倒贴了 就这婚 你也觉得不亏吗 是吧 那婚后住哪儿 当时住的是她哥的房子 她哥哥的房子 在北川就是那地震之后 然后分的房子 那做什么呢 干什么呢 你们俩 结婚之后 然后我这边 就看到那个新北川建成了之后 那个很多店铺 他需要做电招 很多单位 刚刚搬进来 因为新北川全部重建的嘛 以前的办公 地点全部被毁了 也需要 企业的形象墙 文化墙 等等这些 我看到了广告 在当时呢 还有很好的 这个发展空间 所以我决定呢 想去 开一个广告公司 但是我那个时候 没有钱 所以呢 我就 找了我哥来 打算合作这件事情 他呢 当时在地震之后呢 积累了一点原始资本 所以我找到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有兴趣 只是我们这个合作呢 说叫合作 其实呢 我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前来是他出 法人这些呢 都是他这边 当时给我说的就是 你全面管理广告公司这边 就是负责广告制作呀 以及 安装呀 后面的 这个结账啊 这些 我全管 给我认了20%的干股 实际上到最后 公司出事情 我这 一点红利都没有分 我每月就拿着 固定的3500块钱的工资 出什么事情 到15年的时候 我打算去报一点账 几百块钱的事情 久久都没有给我报 后来我问财务 这怎么回事 钱哪去了 不是前段时间才 广告公司才结了账吗 财务悄悄悄地告诉我 你哥把广告公司 他说他把钱 挪到建筑公司那边去用了 我当时也觉得 可能没有多大问题 因为作为这个建筑的 这个可能就自己挪一下 说不定过几天就还回来了 实际情况是什么 到了年底的时候 那个要账的人 就越来越多了 他们这个钱 挪去了其他的项目 并且他在外面 我也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他寄了很多外债 那债主找谁呢 债主肯定是找他 找他但是到了15年年底的时候 他十年了 那找谁呢 那肯定当时 就首端其中的就是我嘛 那你的哥哥跑了之后 有跟你说清楚这事 说声抱歉吗 没有 当时没有 没有 那你哥还挺不厚的 确实在当时 对我的内心伤害是特别大的 因为他是我亲哥嘛 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干洗店 就是我女儿刚好八个月的时候 你的干洗店受到了影响吗 对 他哥出了事之后 我干洗店每天很多人来要账 因为我那个干洗店旁边一个沙发 他们就坐在那里 就说把你哥叫出来怎么的 我找不到他了 你跟他说怎么怎么 欠我多少多少 我就很郁闷 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东西一个也跟我们无关 是不是 这干洗店是谁投的钱 干洗店是我投的 我就是找朋友 你没钱了 我那个时候没钱 当时我反正做得很郁闷 但是我没办法 当时他哥出了事之后 所有的家里开资 全靠这个干洗店了 那结果是怎么解决的 后来然后反正我就一个人撑嘛 撑那个干洗店 我就说为了节省开资 就两个人就没有请了 就我自己 一个人撑了从2015年 撑到2017年年底 后来很多人要撑那些 我就也开不下去了 然后人也很累 这个监警受不了 也就被迫就关掉了 关掉之后 然后因为后来他 我哥他出现了 出现了 那没有了干洗店 没有了生活来源怎么办呢 干洗店那里关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农场了 就现在这个农场了 当时他 马上就开了农场了 没这么快吧 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压力特别大 他在这个时候 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他在 结婚之前的 买的房子 买了一套房子 他把它卖掉了 他把它卖掉了 一方面是解决我们 那个时候当下的生活问题 另外一方面留了一点钱 以备不实之需 但后来这笔钱呢 他又拿出来 支持了我第三次创业 你为什么老要做老板干什么呢 餐馆餐馆买改好 干洗干洗店被影响了 然后现在又要开果园 这个 然后总是有投资人 而你妈还不待见 这些都是 应该都是我做得不好 因为当时他哥的事情 出了之后 然后别人对我们指指点点 就感觉好像 他是亲弟弟嘛 就感觉好像 他的人品就会跟他 哥一样的 然后欠钱不管这种样 然后我们 以前很好的邻居 看到我们就这样躲着走 我心里特难受 你阻止他做果园 你开始反对吗 相当反对 而且一搞搞那么大 两百亩 对 两百亩 打个真肥呀你 他当时给我画了 很大的一个饼 挂在我脖子上了 他怎么画的 他就跟我说 这个将来啊 怎么怎么的好 然后你也不用自己来干的 这个有员工的 对 这是我们果园 那有员工做的 有工人做的 你就只需要 到时候收收钱就可以了 那钱呢 投资的钱哪来呢 前期我们房子 卖了剩一些嘛 你的房子卖了 还有就是那个 干洗店当时转的嘛 也是你的钱 对 反正都是一切 那也是你的钱 对 那果园要投多少钱呢 前期就是投了 十多万吧 十多万还不多啊 对于你们来说 对 但是 对吧 他在他各公司 拿个三千五百块钱工资 十多万还不算多 他在他们哥哥家那儿 干三年才是赚得到十万 三千五嘛 不吃不喝嘛 对吧 我想说的这一点的意思 就是你老婆很好 你老婆支持你 信任你 你要换一个男人 你哪里好意思 又开口让人问人家 要十万块钱开果园嘛 你看你自己又没钱 干一个干他了 然后呢 哥哥又搞这个事 搞得人家干洗店也干没了 干洗店也是人家投的钱 人家自己昏钱的房子 然后现在人家卖了房子钱 你又拿来投果园 那万一又亏了 你咋办 你又挣不到钱 你一般男人不好意思开口嘛 因为我还是比较相信我老公 因为他让人做事很稳 然后他是个很低调的 他不会去把自己弄得很高调 他又很好学 他专业 我就相信他 他专业一样东西 他一定会把专业 那你就说果园开始开得怎么样嘛 开始的时候还是不顺利 因为这一路走来太坎 你根本你一二个就没做过果树种植 你说你就干这个 你不很蹊跷吗 这是要技术的 对对对 一个偶然的机会呢 我们北川那边一个种水果的 也算种了十多年 有一定经验的人 他就说现在那个眉山那边 有一种礼子叫凤凰礼 前一两年才上市的品种 去年成都有一个老板 种了一百亩凤凰礼 这个事情我听农业的方面 因为我毕竟是从小农村长大嘛 你说要吃 要说做苦力了 我也能做一些 当时他给我推荐了一个村支书 村支书呢 他给我说 他们那有块土地 那块土地呢 挺适合种植果树的 因为在山顶上 我当时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我就去看了 这片果园的位置呢 确实位于山顶特别好 我就想请问一下你 在这整个的投资的过程当中 看场地 看树苗 你有跟他商量吗 当时看场地的时候呢 我是请他前去看过来一次 我当时看到的目的 我也是想试探一下 看他 就是他对农业的兴趣 他看到了 应该是他处于尊重我和支持我 前期投入 第一笔钱是十万是吧 买苗是吧 场地是六万多七万 然后加上苗是十多万 我想问一下 因为他哥哥的问题 所以干洗店干没了这事 你婆婆有什么对你的安慰和评价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好 那后来做果园这事他知道吗 他知道 他赞同吗 因为这都是我老公他们在去聊 因为我跟我婆婆有矛盾 我一般都不跟他聊这些的 我是尽量在我婆婆面前 我是少说话 他知道你出钱吗 他后来知道了 之前还是不知道 之前他都觉得 那你之前你跟你妈妈说了 做果园的事吗 提也是有提到过 提在他们面前也有提到过 他没问你钱哪来吗 实际上我们在钱这方面 父母是没有太多的 那你为什么不跟你妈妈说 钱我媳妇出的 可能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 死人吧 他说 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别人对话 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 那你知道你妈一直不喜欢他呀 你知道的呀 这跟你性格有啥关系吗 对 所以我就 觉得确实这些年 我越想越难过 我越觉得我真的是做错了 我需要到这来当着他自欠 因为我婆婆特别强势 我老公 她是那种 从来不会还她妈妈一句嘴的 她一直给我灌输 也是这种 就是说老年人 随便她说什么 她叫我都忍着 一直叫我忍着 就是因为她老年人的习惯 改不了 她说 她因为她一直都是那样 一辈子都这样生活的 她没法改 她就一直让我忍着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说了你也变难受 我发现你们家 你们家的这种性格 我可能有两个字特别难听 没错 装傻 你哥也是装傻 你自己拿着公款走了以后 你弟弟肯定会受到连累的 虽然你已经迫不得已而为之 人已经跑了 你打个电话 跟弟弟说一下 让他有点准备 对不对 装傻 装着不知道 然后你从来没做过生意 一历史老师 干这么大一果园 这么大动静 他们能不知道 对不对 自己的儿子有没有钱 能不能干这个 不知道 也装傻 按道理来说 这事就应该说一下 是吧 对 这个老二 人老师 对吧 一直以来没有稳定工作 这家里也挺不容易的 因为这哥哥的原因 这干洗店也干不下去了 是的 我这二儿媳妇 这真不错 哪怕吃饭的时候提一下 也装傻 不知道 我越想越难过 我越觉得我真的是做错了 所有的婆媳问题当中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有一个懦弱的男人 而且实实在在地夸自己的妻子 而不是那种刻意地去夸赞 实实在在地说你都不说 我觉得他不说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是什么 他怕在老妈面前提到他 他就反感 第二呢 是觉得好像说了可能不太好意思 他都用老婆的钱创业 说他老婆那么厉害 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但无论是哪点原因 你哥 你妈妈 其实都应该跟他说个道歉 做人要凭良心 对对 人家是带钱入股 是不是 人家是天使投资人 还自己干活 对不对 对对 你虽然不懂这个 你好歹做过生意的 你当时心里觉得 这靠谱吗 开始我还是觉得不靠谱 5000多斤 5000多斤 那卖掉怎么样 我就担心这个李子在树上 这个不赶快把它卖掉 有可能就一分钱有没有了 因为我的事情相对薄 多少钱一斤 水果饭就是3块钱左右 15000块钱 对 如果按照我的这种思路 就是15000块钱 那结果呢 结果当时我把这个想法给他说了之后 他极力反对 我就不让他卖给水果饭 那你要怎样 我就说自己卖 就先我说把我们朋友的这些朋友三四 全部一整给他们寄一箱 先送 先送我让他们吃 你不送别人哪知道 你能送多少斤呢 5斤嘛 大概送了多少斤 大概送了有200多斤吧 200多斤 就是复购嘛 亲朋好友朋友居然在那复购 你卖多少斤一斤 我们卖的是加快递嘛 包邮是10块钱一斤嘛 就是一箱50块钱 挣多少钱嘛 这10块钱李敏你挣多少钱嘛 挣了几万呀当时啊 5 6万块钱 对 你看他花了600块钱的宣传费嘛 他比以前多挣了4 5万嘛 对 这事你妈知道吗 不知道 他从来不知 你为什么又不说呢 我真是嫉妒急死了 你这种人啊 我老婆他从来不解释 他就觉得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了 自己心里清楚 问题是你妈妈对他有意见啊 他这个性格我很着急的 后来又种了风堂礼对吧 对 风堂礼种得怎么样 当时种风堂礼呢 也是我老婆推荐的 因为常年世纯在外 他就觉得外面的人很多人喜欢吃青皮礼子 这个紫皮礼子呢 毛不准可能过几年就会风种 他说那个凤凰礼 当时他推荐了之后呢 我就去考察这个品种 了解这个品种 它是贵州六马那边的 我当时为了去保风险系数小一点 我亲自到那边去 待了几天了解各个方面 我觉得这个品种可一种 那后来我们的风堂礼上市了之后 都是以前那些买凤凰礼的老客户吃啊 他们感觉这个风堂礼 确实是礼子当中的这个天花板 但这件事情呢 我特别感谢他 我老婆认识他做事要求特别高 他做什么事情特别要求细致 因为这两年疫情严重嘛 他采果子的时候要求工人戴手套 包裹子的时候要求戴口罩 我就对他讲 我说你戴什么口罩 那个消费者又看不到你戴口罩 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做人的良心 今年这个理直销售 由于受疫情的影响 老婆今年他做了首次突破 他也开始做了那个直播 直播带货 他以前就特别怕面对镜头 我们母亲说他天天看手机 实际上他是在做准备工作 他是在学习一些直播方面的一些知识 通过直播呢 今年虽然卖的单数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你们在这个整个种植的过程当中 有帮助到周围的农户吗 有的 我们因为我对这个技术上做了这个专业 肯定是比当地的农户肯定要深一些嘛 设计到了农户有七八十户 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种的果子好 就分分来请教这个种植技术 当然我就觉得我只要我能懂的我知道的 我都好保留地告诉了他们 还有人就是我 我们果园这个果树的这个枝条 又能品种比较多一点嘛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最近几年种的新品种 它们以前都是老品种 就到我们 我们吩咐到我们园子里面来这个截取那个枝条 什么樱桃啊 梨子啊 桃子啊 等等 那种了这么多品种 对 因为是多的采责人 就是根据他当时提到思路 我们把它这个做一下调整 后面才种了这么多品种的 就把这些枝条捡去了之后 去种 对 他们去拿去嫁接 结果种出来了 确实那比他们以前的那些老品种好吃多了 那周围的人得多感谢你啊 我特别感谢媳妇 我们先听听老师发表什么样的感慨 媳妇太好了 一百分的媳妇 物质上不停地投钱 自个儿赚的钱 心理上面你干一件事垮一件事 从来都是对你安慰鼓励 没有任何的指责 还可以给你出谋划策油生意头脑 你就是名义上的这个果园的负责人 他最希望得到的 他也最应该得到的就是你妈妈对他的肯定和正确的一个认识 不一定要说多喜欢他 但是不能对他有偏见 这确实是你的责任 不能一直躲起来 为啥一直躲着 你习惯了 你老婆那么能干 从来不对你指责 你也会觉得你老婆特坚强 她什么都能承受 她的确承受了很多 包括你母亲一直不喜欢她 她也默默地在忍受 因为你告诉她要忍着妈妈 不是这样的 她心里很痛苦 这两个都爱你的女人 这两个你都爱的女人 你应该让她们更加幸福和快乐地生活在 这个家庭里面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两位好 老师好 先说说我对婆婆的理解 我会发现 但凡是对儿媳妇不好 甚至是恶语相向的婆婆们 其实内心当中 对她们自己 自己对自己 就不是自信的 不是认可的 不是接纳和欣赏的 所以她会把对自己的这种厌恶和嫌弃 投射到一个更年轻的 跟她有相同身份的一个女人身上 但是你的唯唯诺诺 忍气吞声 并不能让你的妈妈安心和舒畅 只是让她把有可能对你的不满 变成了对媳妇的不满 所以为什么人们常会说 婆媳之间的问题是 儿子中间缺失 你傻了 你躲了 原本你应该给妈妈的安全感 你 你哥哥 你爸爸 你们三个男人 应该给你妈妈的这样的一种安全感 和幸福感给不了 所以她满腔的这种东西 她就只能够去向媳妇 两个媳妇去释放 所以我觉得 您说您要怎么改变 只有你对于这两个女人都懂了之后 加上您的勇气 你才有可能真正地去知道你要做什么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谢谢 两位老师说得特别对 邓圣林 你学会爱情 哪能当投兵啊 你学会跟她减负 她很累 是 她可以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不累吗 你要学会疼她 一个男人 活在这世纪上四十多了 还有俩孩子 还有这么贤惠的一老婆又能干 其实家庭挺美满的 人活着这辈子 就活个心里的平衡 平衡 你今天不是因为内疚吗 你因为对不起 学会疼老婆 慢慢去做 担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 克服点内心的懒惰 懦弱和自私 最后由衷地祝愿你们创业成功 日子越过越美满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谢谢 李老师 行吧 接下来你有什么话 好好地道歉 谢谢你来了 我 从十多年前还没有结婚 就那么地付出 后面我人生当中 一次一次地 在我最低落的时候 那么支持我 我真的特别感谢 老师我今天更想给你道歉 这个道歉 我歉了你十二年 我深深地表示歉意 九位老师刚刚的话 我想我下半辈子不会忘记的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了 我不能够再做 唯一陆陆的爱人 真的很感动 我老公 十二年了 从来没跟我说过 道歉的话 今天是第一次 我相信有全国观众作证 我很期待 来看看他送给妻子的礼物 送给你一套化妆品 这么多年来 我说实话 也没有给你买过 什么像样的礼物 我希望我送一套化妆品给你 使你能够继续像你跟我认识之前 那么潇洒自信 那么美丽大方 谢谢 聪明的婆婆应该对媳妇好 因为你的儿子要跟他下半生度过 你不要去难为自己的儿子和儿媳 这是聪明的婆婆 那么聪明的老公也应该明白 婆媳矛盾你躲是躲不掉的 你还能躲到天边去吗 既然躲不了 那就应该努力出来维护婆媳之间的平衡 聪明的媳妇也应该知道一点 那就是跟婆婆之间 永远不要去想 我一定要得到婆婆的认可 所以各过各的 我过我小家庭的女主人 你过你大家庭的女主人 我去了大家庭我尊重你 到了我的小家庭请你谅解我 好 就这样 祝你们幸福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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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特别感谢 那么真实 这个道歉 我欠了你十二年 我深深地表示歉意 我不能够再做我淋漏的男人 好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分享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